蛇与猪吓到哭 为什么说猪是蛇的天敌 它们难道不怕蛇的剧毒吗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 蛇都是一种充满神秘且危险的动物 作为一种非常古老的爬行动物 它们的体内一开始并没有毒素 只不过为了在危机四伏的自然界生存下去 不得不进化出这种特殊的能力 也正是因为这样 大多数动物对蛇都有着莫名的恐惧感 然而对于野猪来说 即使是毒蛇也不足以让它们恐惧 这又是为什么呢 难道猪有着抵御毒蛇毒素的特殊能力吗 毒蛇的口中长的毒线和毒牙 能够帮助它们分泌毒液 在攻击猎物的时候 它们可以通过毒牙将毒液注射到对方的体内 过不了多久猎物就会失去反击能力 从而成为毒蛇的囊中之物 然而这种方法对于野猪来说 并没有什么用 因为它们有着非常厚的皮肤 即使毒蛇有机会对它们发起攻击 毒牙也无法穿过皮肤注射毒液 因此对于野猪来说 毒蛇的攻击性根本不值一体 野猪的战斗力是非常强的 尽管是体型较大的毒蛇在它们面前 也不会被放在眼里 野猪的体重通常在90到200千克之间 所以它们一脚下去 毒蛇可能就会一命呜呼了 既然野猪的战斗力这么强 那么家猪是否具有同样的能力呢 虽然家猪的体型同样很大 但是它们的皮毛却比不上野猪 所以面对毒蛇的时候 家猪还是有受伤的概率的 但是我们却很少听说家猪被毒蛇咬伤 其实这是因为家猪的猪圈中一般都比较脏 刺激性的气味让毒蛇很少去那种地方 毒蛇被野猪吃下后 它们的毒素不会对野猪造成伤害吗 野猪作为一种杂食动物 它们的食谱非常丰富 无论是树叶野果还是小型哺乳类动物 都能成为它们的食物 因此毒蛇也没能幸免 但见识过野猪能力毒蛇 基本上都不会去招惹它们 并且毒蛇的隐蔽性非常强 一般情况下都不会轻易被发现 然而它们还是忽略了野猪强大的嗅觉 通过分辨气味 野猪就能够准确地找到毒蛇藏身的蛇洞 从而一网打尽 那么在野猪吃下毒蛇后 难道不会受到毒液的影响吗 它们是否会因此而丧命呢 其实这是因为绝大部分毒蛇的毒液 只有进入血液中才能起到作用 所以在野猪吃下毒蛇后 只要它们的消化道中没有伤口 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会受到影响 并且野猪的消化能力非常强 它们的肠胃中有着能够分解毒蛇毒素的物质 这样一来毒液就会被转化成无毒物质 因此野猪吃毒蛇是不会有很大的问题的 值得一提的是 有传闻称野猪每吃下一条毒蛇后 胃里都会残留蛇身上的物质 从而导致它们的胃里长出肉芽 这样一来就会使猪胃变得具有药用价值 能够用来治疗胃部疾病 如今自然界中的野猪数量并不少 为什么人们还要对其进行保护 近几年来 野猪在自然界中的数量直线上升 不少人都因此备受困扰 只是碍于野猪三有保护动物的身份 没人敢伤害它们 野猪的数量并不少 为何人们还要对其进行保护呢 事实上 别看野猪现在十分常见 但是在几十年前 它们一度面临着冰威的处境 由于以前人们的生活条件并不好 野猪肉成为了大多数人赶上伙食的第一选择 所以在人们大肆捕杀下 野猪的数量越来越少 甚至差点灭绝 为了保护它们 相关部门不得不进行一系列的措施 经过长时间的努力 野猪不仅脱离了冰威 反而隐隐有泛滥的趋势 为什么在短短的几十年里 野猪的生存状况会有着如此大的改变呢 在以前的自然界中 老虎等大型动物还是比较多的 它们能够制衡野猪的数量 但是随着人们的偷猎 大型动物几乎销声匿迹 野猪没有了天敌的存在 再加上它们极快的繁殖速度 在人们的保护下数量逐渐变得越来越多 虽然野猪脱离了生存困境 但是却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不少影响 针对这种情况是否有办法解决呢 到目前为止 我国一些地区已经颁布了杀猪链 允许在规定的时间里对野猪进行猎杀 虽然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人们的困扰 却没有解决最根本的问题 所以希望有关部门能够早日找到 针对野猪泛滥问题的解决方案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